當模特兒 你一定要當像Julie這樣子 不像有些人 慌慌張張的不上不下 不如不要當 女主角楊錦華演的偶像劇 深受觀眾喜愛 有線電視製作不少經典好戲 甚至在國內外獲獎 肚子瘋 沒有 我自己還不知道什麼 哪一層次 各台努力拍攝台劇 要讓台灣重拾偶像劇 亡國之名 但如果廣電三法修法 無線台被列為必載頻道 有線台的製字節目 恐怕會慢慢流失 台灣的本土這些業者 他們這麼辛苦的拍戲 然後做這些好的節目 如果說只是因為一個B仔 而將他們的空間給影響到的話 這個影響會很大的 市場上遊行無線台列為B仔頻道 廠商的廣告預算 將往無線台投注 但解釋無線台的部分內容 經常播放成本低的大陸劇 韓劇機率增加 間接扼殺本土節目發展 就真的只能一直看韓劇 然後就日劇了 對啊 這樣以後台劇就會 對啊 無線B仔還可能壓縮到 優質頻道生存 Discovery HBO 痛批這是劣幣驅逐良幣 無線電視台來講 它有一個主頻道跟三個副頻道 那我們看得到三個副頻道裡面 其實大概做的都是一些購物 買賣時段的東西 那如果當它B仔之後 勢必將這些原本在有線電視 經營這麼久的這些頻道 它的一些空間逐漸的淘汰掉 其實台灣的廣告投放量 一年只有250億 日韓有500到900億 大陸是台灣的22倍 廣告縮減讓台灣劇組製作費 少得可憐 如今如果無線列入B仔頻道 恐怕將讓優質的戲劇和頻道 更難以生存 記者翁起斌 邱子玲台北報導